目前確定已經可以獲得的國外疫苗 包括由全球供應鏈平台COVAX 大概有476萬劑 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劑可以得到 而AstraZeneca疫苗 我們購得1000萬劑 大概在今年第二劑可以獲得 另外Moderna疫苗 我們得到505萬劑 大概在今年的第二劑可以取得 这个影片剪得滿深的 大家的疑問就是跟那个一样 真的吗 我们真的有这么多的疫苗来吗 其实眼门前的 我们现在真的到货量 比起人家捐的还是少很多 真的疫苗不够 所以实际说 要跟进捐500万劑的BNT 其实大家很多人是觉得拍拍手 觉得真的是多多益善 因为大家可以多一个选择 实际出手 可是为什么中央的讲法上面 冷冷的淡淡的说 要先审查 太多会妨碍 先做好台积电跟永龄就好了 所以也有这个栏尾就觉得说 怎么比人命还重要吗 为什么捐疫苗反而会有困扰呢 因为其实大家觉得说 这个时候当然不是多多益善 因为就是如果政府遇到重重阻碍 因为政府的讲法是说 都是会有一些阻力 就是会不成 民间来动起来 当然是件好事 当然这个陈时中的讲法 也被大家所质疑 说什么叫做困扰 明明就是不够 拿来的多的困扰 所以这个罗秉承也是出来讲说 因为现在要先专心处理 台积电跟鸿海的这个事情 很难并案处理 所以他才会替陈时中 来做缓辖一下 可是过去陈时中是怎么讲的呢 在去年11月26号的时候 陈时中讲 多买总比不够好 你以前不是讲说多多益善吗 现在怎么会嫌多呢 太多会有困扰呢 这也让大家不太懂 当然最近他的讲法又说 买够了 他最近也有讲 就说我们已经买够了 已经买足了 接下来我们是要买什么 下一代的疫苗 所以他讲法其实一直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6月12号的时候 他在讲说 外界质疑他的政策 大多都是这个事后诸葛 外界说买多买少 他对于这外界的批评 也不是很想接受 我们来问一下有志哥 我不认为他是事后诸葛 我根本认为他就是傀儡 因为他要讲这些话之前 是言不由衷的 你知道如果以一个指挥中心 指挥官旁边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 他讲出来的话就是一个confirm 没有一下子飘来飘去的 会让他飘来飘去的 全台湾大概也不超过5个人 究竟为什么他把这个消息 一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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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上头对于疫苗政策 太多的想法 我不把他做犯罪着想 我也不把他往什么炒股 什么往方面去想 你光他的这些说法 请问一下 他有哪一次是confirm的 大家如果现在跪在台湾里面 看这些人 你会觉得他们情有可原 他们就是因为怎么样 到货就只是买货 到货率还不够什么 一堆的借口替这些人想 那没有办法 你就是顺民 你就是奴性重 可是你去想 一个官员 全世界有哪一个 佛奇 钟南山 你不喜欢的中国 日本的 全部的哪一个官员 所有的指挥官讲话 像他这样子讲的 没有 只有台湾 为什么 一个陈时中 都没办法confirm自己的想法 就表示上面的压力太大 所以每一次 他每次抛出一些议题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上头又在搞什么了 11月26号说疫苗买很多 表示什么 也许那时候我们国产疫苗 还没有人没有个准 所以他到处去买 因为如果他像现在国产疫苗 已经有高端跟联雅 而且拼命的后面有这些 基本一 基本二 基本三 他这么确定了 他怎么会去买这么多 所以11月26号 他说疫苗买太多了 大家他还说多买 没有什么不好 他不反对买太多 也就是国产疫苗 还没有跟我们上头 谈谈什么 再来6月开始都说 这些疫苗的采购战争变来变去 因为在某一个时机点 高端联雅已经找上了我们政府 告诉他们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什么 你要不要帮我们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疫苗政策 没有一个准头在 没有说我们根本就是要为老百姓的健康 把疫情压下来这种思考逻辑 纯粹之起在说 我的国产疫苗能不能够做什么布局 我的现在国外的疫苗 我现在有没有排除中国 请问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哪一句话 他是帮我们做疫情着想 没有 你看他所有的发言 全部脑袋里面一直混来混去 明天电话打来 高端跟我讲说没问题 然后后面我们会有什么什么 马上又改了 等于是说他讲的每一句话 可能都是有时空因素 所以他那个时空要这样讲 下一个时空可能又变化了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因为其实刚看到那段影片里面 当然苏院长他在大院 对着所有的立委们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民意代表 也就是说对着我们国民们 有这样子的承诺说 什么时候要到货 什么时候要到货 但是最后都跳票了 对于国民的承诺 最后通通一一跳票 怎么会这样子跳票 因为如果说疫苗就是一个战略物资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安问题 我觉得疫苗政策 陈时中跟苏贞昌 基本上是不太知道的 包括那天台积电 不是总统府那个记者会 台积电突然猎袭 然后就洪海跟台积电 都可以去做 这件事情我认为陈时中事先也不知道 所以有志刚的观察是正确的 基本上这个大概就是府决定的 就是疫苗政策要怎么调整 都是蔡英文决定 之前他当然就是很希望能够推动国产疫苗 这个是大战略 可是万万没想到海外订购的 这个疫苗到货率这么低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疫苗到货率 自己采购的部分 这个捐赠的不算 只有4% 实在是低到不可思议 当然还有第二件事他万万没想到 就是没想到我们的疫情 5月15号就爆发了 对 就这两件事情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本来的定调确实就是说 反正我就是疫情不严重 我就小买一点 小买就是COVAX 还有AZ Modella 这样加一加加2000万 然后大战略就是等国产 对 大概他大概也没有想到 近来居然只有4% 他可能认为说这2000万 大概进来个两三百万 那就这样大家耗着耗着 然后耗到8月9月 近来只有4%真的是有点少 亮跟你刚刚说 如果所有的疫苗策略 都是蔡总统在做决定 还是他 我认为是承介人 有一些人跟着他一起做决定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些决定好像都不是很正确 那是应该要把他周遭这些人 所以他就调整 不然怎么会让郭董跟台积电去买 因为他现在知道到货出问题了 我们的疫情已经引起 疫苗短缺的恐慌 所以民调下降 民调下降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他就急着要拿到现货 这个是没有错 所以他就透过各种管道 当然这里面也有 美国跟中国疫苗博弈的 外交站的问题 所以美国就出手救你 日本也出手救你 所以我们现在就突然之间 捐赠了疫苗就高达将近400万 不是吗 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疫情突然爆发 然后到货非常非常少的 这两个大意外之后的弥补措施 所以有次刚才会讲说 看不出那个疫苗政策 从头到尾的逻辑 因为都是 就本来有逻辑 本来的逻辑就是 我要扶植国产疫苗 我疫情不严重 我疫苗到货如果到了两三百万 我大概可以拖到八月底 国产疫苗就自然上市 他本来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可是 实际这样买500万 到底为什么会有困扰 还是说已经有台积电跟鸿海 已经让蔡政府可能有一点 你现在是在讲实际是不是 为什么实际会困扰 我今天对 看罗秉承对实际 还有陈时中 对实际的发言 我真的感到有点困惑 困惑 因为他竟然把台积电跟鸿海 列为一个专案 这个很奇怪 这就意味着说 我鸿海难道不能够成为一种 交易模式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 比如说假设 假设鸿海是 follow原来东洋制药那个模式 他去找上海复兴 对不对 也联系德国BNT 然后假设鸿海是透过台康制药 然后大家来签个四方合约 台湾卫福部疾管中心也会列名上去 就四方 这个就是一个可行的模式 其他人为什么不能比照 未来可以比照办理 是 妇科这种模式 结果他居然说鸿海跟台积电 是一个专案 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没有模式 是我核准才算 你知道吧 不然什么叫专案 专案的意思就是EUA 谁可以得到EUA是我决定的 就政府授权嘛 就我政府要授权给谁 你才可以去买 而不是说 未来台积电 创造出什么模式 鸿海也创造出什么模式 大家可以跟着买 你懂我的意思 他是不是也怕大家都跟着买 因为大家都跟着买 就影响到大战略了 我知道 所以最后战略 还是国产疫苗 我跟你講越南 越南他就follow政策的逻辑 就说我就放了 你只要是符合规定的企业 比如说你是有做制药的产业 那得到了一定的证照 我就通通都核准 那你们就去买吧 结果越南被核准的企业36家 这个才叫做模式 这个就是有志刚刚讲的标准 但显然我们没有要采取这样模式 要用专案来处理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